前面兩個打席分別是安打跟寶宋的表現 周思琦要將比賽之前對上艾伯勒是兩層的打擊率 十個打席有兩隻安打的表現 能否下半季瘋王的重要時刻 是右半邊的平飛安打 先把艾伯勒變化球給撥掉 感覺像滿有機會掉進好球袋 手分別動用三位投手 這個球還補著自己碰了一下 角度有點改變 不過還在李凱薇可以處理的範圍 周思琦在六局下半沒有能夠上壘